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天晴 最近慈世的印度億萬富翁交易員金君·雅拉 以5000奴比大約63美元起家 投身股市並且賺得58億美元身家 被稱為印度的巴菲特 不過,他不太喜歡印度巴菲特這個稱號 自認為遠不及美國的知名同行巴菲特 儘管兩人似乎擁有相近點石成金的投資缺竅 金君·雅拉認為 身價超越了千億的巴菲特遠比他厲害 實際上兩人的投資理念幾乎是一物相成 都是注重價值投資 巴菲特是價值投資的代表人物 比如,1973年華盛頓郵報市值只有1億美元 當時分析師和媒體都估計 華盛頓郵報的內在商業價值是4至5億美元 巴菲特投資了0.1億美元 至今已經盈利20億美元 巴菲特最被人熟知的稱號是股神 顧名思義,股神即是股市之神也 也即是對股票市場尿事如神 的確,巴菲特一向是理性判斷 選股精準 多次預言並避開危機 而且在危機入市 創下多次傳奇升職 而巴菲特一直以來都堅持四大原則 一,是不投資不熟悉的產業 例如像網絡科技 二,是不投資不道德的產業 例如賭博 三,是不做短進短出的套利 四,是不做讓股東看不懂的財報 根據諸多的觀察報道 巴菲特雖然是富可敵國 但生活卻是很減迫的 將巨富中的85%捐作慈善 他最有名的一筆捐款 是在2006年捐給比爾·蓋茨夫婦的基金會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巴菲特處處與人為善 謙信王愷 幽默風趣 代人總是以鼓勵的方式取代批評或責備 遇上批評總是隱讓以對 縱觀金軍阿拉經典的投資案例 他的成功之道是在兩點 首先 注重企業的內在價值 公司的盈利模式 成長潛力和生命力 其次就是看企業在行業裡的成長機會有多大 行業的未來需求空間有多大 第一點 注重企業內在價 金軍阿拉在25歲時賺了人生第一桶金 當時 他向唐亞哥借錢5000奧比 他以45奧比一股價格買入了白蓮老店 印度塔塔茶業公司 6個月後 就以140奧比一股價格賣出 除此 他觀察到印度人有根深替故的飲茶習慣 看到了企業成長的巨大空間 再次以150奧比的價格重新將塔塔茶業買入 5年後 他以1200奧比一股價格賣出這隻股票 金軍阿拉不在意公司的貴度業績 他會細心研究數字背後的原因 苟清楚明白業績失常到底是一種業績下跌趨勢的開始 還是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偶然 其中的缺囂是區分公司股票的短期趨勢和長期價值 1999年 人們紛紛購買業滿行業 他當時投資的輪船航運公司和電子公司表現很不好 但他看到了他的長期價值 堅定買入持有 最終都受益頗風 第二點 洞察市場需求趨勢 1990年初印度的外匯儲備萎縮到了 只有兩個星期進口品的價值 當時分析人士紛紛逃離股市 金軍阿拉認為 全球經濟的發展 必然會將造成對鐵礦石等自然資源需求的增加 他購買了很多鐵礦石出口商 西斯哥公司的股票 隨後股價急速上漲 他賺到人生中第一個百萬勞比 歐洲Titan手錶公司經營遭遇危機 損失了很多錢 金軍阿拉看到該公司基本業務穩健 遇見到印度人將要購買更多的手錶 他當時投資的Titan公司 現在是印度最大的珠寶公司 他建議股民 在公司危機的時刻 你可以用更便宜的價格購入 如果你能看到他的產品未來需求和增長 你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去買入 金軍阿拉投資股市獲得巨大成功的兩大法寶 看起來淺顯易懂 但很少有人能做到 他們缺乏的是足夠的耐心和充分的自信 而這些正是成功投資者必須具備的素質 為此 他給予股民門三大忠告 第一 不要試圖預測市場時機 當價格每天都創出新低的時候 投資者會猶豫不定 萬一我現在買入的是錯誤呢? 我應該再等一陣 或者價格會再降低一點 在這方面 投資者往往將自己推入一個陷阱之中 他們永遠在尋求額外的信息 來驗證自己的想法 或者一直等待更低的價格 金軍阿拉認為 如果你分析過公司的內在價值和未來前景 認為股票價格足夠便宜 就可以買入了 第二 不要將太多的精力放在分析利潤上 其利潤增長的原因 明白企業在自身領域中存在的機會 第三 肉投十倍股 必先亡資 金軍阿拉發現 大多數人熱衷於投資十倍股 會將它們引向被荒謬定價的熱門股 這個反而會被投資者帶來虧損 他認為為了找到一隻十倍股 必須首先停止熱衝於它 從反方向出發 找出市場的錯誤 尋找被忽略的公司 有敢於反向投資的智慧 最後回到最基本的投資方式 如果你的研究分析是正確的 你所投資的公司具有良好發展前景 隨著時間的流逝 你所投資的公司會實現很好的收益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如元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曰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